看著南方澳的跨港大橋的斷裂 許多人都不禁感到非常的疑惑 移坐21年的橋怎麼會斷了 蘇葵就說 因為那是老橋 可是你可以注意 林佳龍他今天講出 這些事情的時候 綠營的委員們都想盡辦法護航 因為重點在於現在這個時候 選舉只剩下100天了 這100天的時間之內 不能有任何的閃失 小英如果沒有辦法 繼續連任下去 許多人的獲利 將會很大的損失 是 立剛 今天這麼重要的質詢 然後林佳龍遲到兩分鐘 遲到兩分鐘 如果是韓國瑜一定被罵到爆 當場大概一大堆委員都翻臉 結果不是 結果反而我們的委員是在說 部長您辛苦 這麼溫馨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看 救災散後跟調查 是 大家非常辛苦 救災的狀況 我們民眾是覺得說是很有感的 很認真在做我們看到了 特別表示肯定 對不起有個錯字 助理有個錯字 橋樑的梁要加木製 旁 這個一樣 橋樑的梁加木製 現在橋樑好像都沒木製 他們說統一 現在都沒有木製 現在改成這樣 好 那是我不對了 這是誰改的 教育部嗎 梁不一定木 有時候是鋼 現在是鋼不一定木了 好 有道理 這是立法院 有沒有搞錯 每個人溫和成這樣子 所以你看非常神奇 他們要監督政府的 第一個陳厚珀說 部長您辛苦 真的好感動 林佳龍辛苦什麼 對 他有什麼辛苦的 救難人員比較辛苦 部長有什麼好辛苦的 他一點都不辛苦 你到底鄭保行也是 他說你看部長您辛苦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好感動 民進黨的立委居然變得 這麼溫馨感人 然後我們的葉宜經委員更厲害 你知道他直接說 你這個字寫錯了吧 這個梁怎麼會 應該是這個梁才對 然後結果人家還回答說 我們現在已經統一 改成這個梁 然後林佳龍還話舌天竹說 有的那個橋梁 他可能是剛做的 你解釋在幹嘛 這個字本來 古字就是這個字好不好 你們到底懂不懂你們 然後現在教育部 已經詞典統一了 都是用這個字 更重要的就是 你只是學交通部長 不是教育部長 而且重點質詢的是 在這座橋斷裂的問題 怎麼變成是在講師 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這個字有沒有木頭 跟這個整件案子有什麼關係 所以他們根本想把事情大事化小 難道葉宜經 下次在教育部的時候 你要去執行教育部長 那個南方大橋到底怎麼斷 你給我一個交代 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打算這樣嗎 我們台灣在搞這些五四三的時候 你知道人家中國大陸在幹嘛 在做什麼 中國大陸他們找來了 彭衛斌 然後戴飛這兩位專家 他們就從這一次的監視器的影片 還有關於殘骸落下來 這樣整個痕跡 人家去推演什麼 這個橋到底是怎麼斷的 你知道 然後比如說這邊第一根 剛吊桿先斷了 然後第二 三根 因為那個整個硬力 第一根斷了之後 那個力量馬上分配到 其他幾根上面來 結果他們的推斷出來的結果 你看第二 三根跟著斷 第四 五根也跟著斷 第六根又跟著斷了 然後一路整個彎曲 變形裂縫出現 裂縫開展 然後主橋斷裂 他們去推導出來這個東西 人家已經在研究我們的橋 是怎麼斷掉的 當然我必須說 因為它只是根據影片 然後根據相關的報導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八張圖上面解釋得清清楚楚 我必須說 他們的推導未必是對的 但是人家是根據 現有的這些資料 來去做一個判斷 人家想要去研究這個橋 到底為什麼會斷 結果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打水溝 我們在講一些五四三的東西 你不覺得這樣很丟臉嗎 問題是現在我們會發覺 這整個事情好像越弄越大動 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們以前以為不會發生 全部都發生了 比如說第一個 這個是你看 目視檢測評估準則 國內絕大多數單位 用DRMU 目視檢測評估準則 就全部都用目視檢測 然後就直接剛懶的東西 大家就用眼睛看一看就知道 吳中榮自己都講港務公司董事長 港務公司僅負責例行維修 維修項目包括路燈結構改善 還有用眼睛檢查有沒有鏽死 用眼睛 這實在太強了 台灣獨步全球 我們台灣的檢測人員 都是X戰警 只要眼睛一看 都可以透視了 馬上透視 馬上知道這個鋼籃 到底有沒有鏽死 台灣人以後不用找工作了 我們怎麼會有失業率 分派到全世界去 我們就幫他目視檢測橋樓 我們台灣人就發了不是嗎 對啊 拜託 這能聽嗎 這像話嗎 然後他們現在又有一個 港務公司自己講的 他說南方澳斷橋 可能是因為鋼籃鏽死 因為橋靠海邊 比較容易鏽死 不廢話 橋靠海邊鏽死 需要你跟我講 南方澳本來就在海邊 他本來就在海邊 你當初設計是建造的時候 不就早就知道這件事情了嗎 是 你後面的這個維修 還有跟養護就是要注意到 我知道 很可能是什麼 你知道 什麼原因 這邊可能發生過大地震 或是地殼變動 所以本來我們在建的時候 它是在山裡頭 結果突然之間變到海邊來 可能是這樣 不然的話 你怎麼會講這個廢話 當初你設計 沒有把它靠海算進去 一定有 當然 要不然這座橋跨的 可就是海 所以你在跟我胡說八道 什麼東西 我實在聽不懂 根本在推脫責任 然後更糟糕的就是 現在還被人家爆料說 103年度 你看宜蘭縣橋樑檢測廂道 計畫主持人叫陳明正 進行科技大學 105年 然後巡迴委託服務 又是計畫主持人陳明正 107年 換成一個叫萬喬峰 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還是陳明正 全部投到尾都是他 你檢測得標兼審審查 同一個團隊 幾乎都是他們的人 那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問題來了 報告順頭載明的檢測員 不在健行科大提供的服務 建議書之工作團隊名單之中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健行科大 他們之前檢測的時候 他們不檢測鋼藍 鋼索這個東西 他們沒有檢測 上面的重要的結構 引擬體不檢測 是 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就好像我今天送一個 汽車去做檢查 結果他檢修 我幫你檢修你那個烤漆 你的保險桿長得怎麼樣 那個輪胎外型漂不亮 鋼圈外型漂不亮 可是引擎 抱歉那不是我業務範圍 車子裡面最重要是引擎 結果我開到一半 收起來那算誰了 這不是很搞笑嗎 你到底在檢查什麼東西 我們到底在幹嘛 實在有時候搞不清楚 我們這個國家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問題來 今天有一個人 看起來好像很委屈 有一個人叫吳中榮 就是港務公司董事長 他省引了25小時 現身了 就一出來之後 看起來一副很委屈的樣子 我只剩華臉 因為我才來一臉 是 對 好 那你的前任是誰 前任是 這個吳翁摩 還有 還有王國財 吳蒙昏 不要緊 讓我概括承受 一副好委屈 我概括承受都算我的好了 這一副好像很可憐的樣子 其實我可以體會他的委屈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有一個現成的例子 有一個人叫外交部長 叫吳釗燮 吳釗燮斷交七國 一樣屁股做得穩穩的 對啊 那我才斷一條橋而已 等我斷七條橋再通知我 對不對 不是這樣 他大概覺得很委屈 但我說真的 他不用委屈 因為這都講好了 你看林家榮一講 舊責絕不寬戴 馬上吳中榮口頭請辭 然後概括承受 但是我們都知道 概括承受扛了責任 好棒棒 未來一定升官 這是什麼好講的 民進黨慣例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們這三年半來 我們看過多少個 每一次一請辭之後 馬上又高升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吳中榮現在 看起來就是民進黨的止血點 因為好像就等待他一個人 來救全黨 因為現在最重要是 蔡英文的選情 林家榮的官位 這比什麼都重要 對 簽一把要動全身 所以你想想看 之前負責的人是誰 吳鴻謀 王國財 林聰賢 陳經德 全部都是局系人 那你動了陳局 就是要蔡英文的命 不是嗎 所以這些人都不能動 都不能動 既然這些人都不能死 吳中榮就你死了 這沒話講 沒關係 死完之後 到時候後面跟吳鴻謀一樣 死了會復活 而且爬的位置會更高 民進黨是怪物 韓國瑜已經告訴你很多次了 他們會再復活 而且會變得更強大 升的官更高 但是問題來 現在林家榮非常悲天閩人 他說 我們這個外局愚工 每一個人國賠500萬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很感慨 我們對外局愚工 真的非常非常好 老實說 我認為500萬也不夠了 因為那是一條人命 那是我們害了人家 就這樣往生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想想 他們現在表現得這麼好 可是當初 大家記得小鄰村吧 小鄰村天災滅村 台灣人381死 訴訟打了10年 只有15互獲的國賠 而且才150萬到300萬 這到底怎麼回事 台灣人命比較賤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小鄰村那些人都不是人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只一折抖10年 那為什麼你對外籍愚工這麼慷慨 對我們自己人反而這麼糟 這個當初這個都是高中市政府 在拼命跟人家打官司 打了10年的官司 小鄰村沒有選舉考量 但斷橋事件現在有選舉考量 很簡單 就是這麼回事 因為現在選錢100天了 你還給我出這種缸 趕快用錢把它擺平 不就是這種心態嗎 但大家不要忘記 這錢誰出 還是我們 那時候是在出 所以你還要被民進黨玩多久 你才會覺醒 惠惠 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斷橋事件 蔡總統上演的 居然是口誤的狀況 把整件事情說成 是油罐車造成橋的斷裂 可是現在還有人在帶風向說 因為在海邊 所以鋼奶會秀石 那這豈不是廢話 蓋橋的時候就已經知道 這座橋明明就蓋在海邊 而且是一個跨港裡面的大橋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看到這港務公司裡面的動作 是陳菊 又是賴清德的人馬 看起來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想盡辦法要推責任 怪東怪新 或者要不就推來脫去的 主要目的只有一件事情 不要影響蔡總統的連任大業 對 立剛兄因為今天早上 最後一名失蹤的朋友也找到了 對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在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 我們並沒有這樣談 不像剛剛立剛兄切的角度 因為我們現在跟觀眾朋友解釋說 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 我們一定是先救人 先救災 救人救災目前已經高一段落了 非常的遺憾 這個沒有奇蹟發生 現在救人救災既然高一段落 我們就要到救責的地步了 要把責任釐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我不得不稱讚民進黨的表現 真的很好 民進黨不會治國 民進黨很會選舉 你看他的這個危機處理 真的有一套 我們先看這個交通部長 這個整個處理 都跟我們以前的 重大災害的SOP是不一樣的 林家董他10月2號昨天講 從優從寬認定 罹難者每人500萬 這裡面我非常的遺憾是 四大包的記者都被林家董騙了 都被林家董騙 林家董講的是非常奇怪的 你看斷橋是10月1號 10月2號就講500萬了 為什麼這麼急 人都還沒早期 大題都還沒全部找到 就一個人500萬 為什麼 選舉考量 選舉考量 他在做切割 我們看 他的第一個處理就是 案發第二天火速就宣布賠償 你去看之前的重大意外 剛剛韓平兄講的小林村 待會我要跟大家講的普悠瑪 都不是這樣子 他第二天就說我要賠 你們賠多少 第二天就說賠償金額 竟然是交通部長自己決定的 林家董你不要假 林家董是政治學博士 他是內行的 他是故意的 賠償的金額 不是你交通部長決定的 那要打官司的 那你就宣布500萬 你在騙誰 他說重優重寬認定 這個對六名外籍移工 因為立光兄在整個訴訟 他們是很弱勢的 他們從他們的國家 趕過來處理這個後事 一定很悲傷 他對我們也不了解 我要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管道 可以跟他們聯絡的話 希望他們不要被騙了 交通部長民進黨在騙你們 我解釋給你聽 500萬真的是重優重寬嗎 不是 這個普悠瑪的案子 今年的3月21 林家董宣布 每個人賠1320萬 1320 有很多罹難者的家屬 還不滿意 不簽名 不簽字 不和解 為什麼 因為普悠瑪的案子 他不是真正的意外 在翻車之前 已經知道車子壞掉了 對 是人禍 你硬要開 沒有停車還加速 這個莫名其妙 所以1320萬 很多罹難的家屬 還是不接受 我聲援他們 所以真的有從優從寬嗎 沒有 500萬的就要打發你了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危機處理 距離大選100天 李剛兄100天 你看 這個已經釐清說 民進黨發覺斷橋 中央的地方是綠的 就是剛剛韓民雄講的 都是民進黨新潮流 高雄幫這些人 跟台南有關的 跟高雄有關的 都是綠的 那地方呢 Hitish 林聰明也是綠的 那我怎麼辦 我這時候就發現說 民進黨的處理 斷橋扯不到韓國瑜 斷橋打不到國民黨 怎麼辦 我就不打了 我就要迅速的切割 我要脫離戰場 所以我稱讚民進黨的 這個所在的 所以大家不要騙 不是不分藍綠 不要跟我講不分藍綠 我再次強調 罹難者都找到了 現在是要追究責任的時候 如果國民黨有 請民進黨舉出來 民進黨那個綠媒很怕 1450很怕 現在還有2900都來了 如果跟國民黨有關的 請你們趕快提報 國民黨的哪個人仇勇 國民黨中央地方 跟誰有卡到 不要用不分藍綠 來跟我解釋 然後也不要用歷史公約 來跟我解釋 這以前都怎樣 該誰負責 誰就該負責 我給大家看我們中央時報 你看 這個何韻詩的案子 抗告 北檢很派抗告 結果祖賢卻交保 祖謀的人卻交保 很好笑 結果我也覺得這個新聞很好 就是說高等法院直接駁回 高等法院直接駁回 不能再抗告了 兩嫌確定交保 破棄案子兩句話 我請問大家 破棄的案子 就這個所謂的何韻詩的案子 有沒有人死亡 沒有 沒有 當然對何韻詩很抱歉 這不應該發生這種事情 可是北檢要辦主事犯罪 主事犯罪 你們這個怎樣這樣 敢敢叫 結果段喬呢 段喬如果照剛 寒冰兄爬梳的這些狀況 有沒有可能是主事犯罪 以我看來有可能 有可能 對 通通是你們這些人 都是你們搞的 那我請問你 那宜蘭地檢署在幹嘛 宜蘭地檢署不就是辦 普悠瑪的宜蘭地檢署嗎 是 所以觀眾朋友 你問檢察官為什麼不查 為什麼不辦 立剛兄 我講這個 我比較抱歉 因為我對劍刑科大 我沒有任何的承見 如果我是檢察官 我如果真的要辦案 我早就搜索 去那邊直接搜資料 那就對了 立剛兄 你主持我們農捲風 你知道我們真的辦案的 節奏是什麼 不是這樣子 我怎麼可能讓你有 湮滅證據的機會 我怎麼可以讓你串供 你今天當初做檢測的 我通通只要有蓋章的 有簽名的 通通抓來 對不對 我就從檢測報告去找 港務公司說的 還放港務公司說的 我要辭職 你辭職就算了 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要辦不辦 你看台北地檢署 辦核運式的案子 辦得多兇 宜蘭地檢署 軟過路索 像麻糬 差太多了 那個案子大小差那麼多 嚴重性差那麼多 可是兩個地檢署的表現 剛好顛倒 剛好相反 你就知道國家機器 掌握在誰手上了吧 你就知道這一堂選戰 有多難打了吧 他發現都會跟我民進黨 都罵得到處扯的關係 你看今天的蘋果日報 你看今天的自由時報 你遙控器不要轉 你鎖定這一台 我跟你講 你覺得有台會談嗎 有台不會談 剛剛韓明兄介紹一些 不是 些韓明亂講的 沒有 他通通不講 所有的仇庸 所有的肥貓 所有跟民進黨有弊端的東西 我通通避而不談 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 我們就剩100天 是 那六個都是外籍的移工 不能上到連任大業 對 一個人給500 500萬 你們不要再吵了 這事情就到此為止 他已經做了防火牆 他已經做了切割 而且宜蘭地檢署 也不會理我們的 所以這個案子恐怕就是 不了了之了 好